《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好 我是智仁道 智仁道 是的 先宣傳一下這個 宣傳一下這個 下星期六月二十九號星期三 賽馬日 是的 賽馬日 有個讀書會 就是巴勒歐的聖寶羅 以及其他意識形態實行客體 的Cross Over 不是說Cross Over 一起讀 左人發達 這天我們讀書就是阻人發達 題目就是阻人發達 阻人發達 阻人發達 擺明是在賽馬日搞的 不過就是一塊頭暑 如果不在賽馬日搞的阿叔就會過來 對 沒錯 拿著 拿著 喝叉飯 一邊吃叉飯 一邊聽聖寶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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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邊聽聖寶羅 那一邊聽聖寶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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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很薄的 其實只有這麼薄 那一邊聽聖寶羅 還薄過上一集我們介紹的一本小曼陣電 是 是 大奏很薄 因為它是 它是將現在 傳統對現在的 即是神學上的 神學界 或者是一般的 智學界 智學界對聖寶羅的那種 看法 因為覺得它是 很教條 保守 保守 巴迪歐就完全 吊轉 好 又延續上一集的 一個清談的風氣 是嗎 是 但為何要獨聖 其實除了這樣 這個和以色形態 從高下太有什麼 值得這樣 這樣之處 其實沒有 是你說高下太太太 我從來都沒有說高下太太太 那什麼叫聯合讀書會 什麼叫聯合讀書會 因為難 其實因為搞兩 你想想 如果同一時間 即是有些人就喜歡看這一本 覺得一定要看這一本 因為覺得這本是 經典 經典 如果不看就好像 有點歐 所以 但是 但是 其實我覺得這本 也很有意思 如果你喜歡 那就兩個一起搞 其實巴迪歐 現在開始在 思想界都很熱 巴迪歐 對 因為他是 其實 我想現在在法國來說 其實 或者歐陸的哲學 其實他應該是數一數二的哲學家 還有他是一個馬拉斯主義者 是 還是無派 他在整個所謂政治哲學的江譜裏面 就是屬於這個激進在意的 是 左到不左 是 真是 很瘋的 香港人很討厭他 可能很害怕他 不是很討厭他 很害怕 很害怕 不如這樣 不如禁止他的言論 是 就好像港管局 是的 就禁止他的 這些這麼激烈的言論 禁止他的 不是 應該都獨立了全港人 香港人 那全部不說什麼 就是最好 沒有什麼表達到 不如我們做一條肉蟲 整條椎蟲 整條椎蟲 很容易管理 廁所的 是嗎 對 你這樣搭在這裏 斬了四肢 點來點去 說完這個說什麼 其實這本 這本 其實這麼厲害 對聖經 有個重 聖經 因為其實 我想香港都基督徒 所謂基督徒 所謂基督徒 其實都很清楚 其實《新約聖經》 其實有大量的篇章 都是聖保羅寫成的 由羅馬書開始 其實這本主要讀羅馬書 以及哥林多前書 對 哥林多前書 以及加拉泰書 都有 他抽中一些非常深奧的章 你其實搞了讀書會 讀巴迪歐 其實巴迪歐自己選 這本書其實是讀書會 這本書就是讀書會 這本書就是讀聖保羅的篇章 即是他帶我們讀聖保羅 巴迪歐其實是 帶我們讀聖經 其實幾乎是解經 解經 查經班 如果他開查經班 那些主愛你 耶穌愛你 那些 那我們想在先前祈禱嗎 他們那些要開始前祈禱 我們是無神論的 是嗎 我們是無神論 我們炸底 炸底可以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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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裝不搞 那這本書有何特別的呢 其實除了他有新的詮釋 即是說保羅不是那麼激進 不是那麼普首 其實他重要的地方 其實如果未看過 其實巴迪歐都很受拉康影響 很受 巴迪歐的影響 除了 巴迪歐是 前一集 上一集 講了伊波利特 伊波利特 伊波利特 就是 法國的 黑格爾專家 所以巴迪歐 除了是一個 黑格爾 馬拉斯主義者 他本身很受拉康的影響 你看到他 他的概念 那個世界裏面 經常都會提到 那一個概念 尤其是 實在界的概念 尤其是 真實界 或者實在界 有些人會是真實界 尤其是這概念 這本文字裏面 最重要是 其實他有再詳細去解憶望如何出現 另外就是講基督教話語 其實有些人說 實際上包括尼采說 實際上創立基督教是聖保羅 有些人說其實有這樣的看法 所以巴迪歐其實是挺近似的 他說聖保羅其實是創立了一種話語 叫基督教話語 因為他認為十二門徒 他們的話語其實都屬於他們的聖質 都是屬於這個 猶太教話 猶太話語 巴迪歐認為在聖保羅的時代 即是羅馬的鼎盛時代 其實西方世界裏面有兩種思維方式 一種就是猶太教話語 另一種就是希臘話語 他認為基督教的話語就是聖保羅發明的 這種Discourse就是第三種話語 其實之前如果你看它裡面 就會講到其實就說 猶太教話語和希臘話語 一種就是一種是generalization 即是不可以有例外的話語 簡單地說 其中最重要的特點就是 一種就是概念化一般化的話語 就是排除這個例外 而猶太教話語剛剛好是相反的 強調是例外的 第一因 是一種神秘的話語 但是這種對立中間就給了一個空間 寶羅 寶哥 寶羅是發明了第三種話語 這種話語的特性就是 既不是建立在一種例外 其實也不是排除 建立在例外之上就是排斥例外 強調例外就是一種近似神秘主義的畫意 他要講的就是普世主義 普世主義就是西方文明最重要的其中一個思維方針 就是普世主義 或者是絕對 或者是絕對 怎樣才稱得上絕對 絕對的精神或者絕對的物 這就是基督教的話語所要強調的東西 所以很滑時代 其實他這個分析很有歷史感 如果你說福柯的研究是一種歷史的研究 其實巴力歐這個研究才是有歷史的 我一點都不覺得有什麼歷史的 其實我恕於我的狂妄 福柯其實是一個 福柯其實是一個 其實說回這個聖保羅先 不要去批評福柯先 聖保羅就是巴力歐國的這種看法 我想都很難駁斥它 因為事實上我們都可能會感受到 其實在西方的文明裏 其實是除了希臘的那種科學 那種話語之外 那種思維方式之外 基督教話語就是一種很特別不同 很明顯是非常之不同 但是又非常之重要的話語 即西方文明的兩大支柱 就是希臘和基督教文明 是的 即是這兩大思維方式 我們當然要撇除了猶太教文明 即某種程度上你可以說 基督教文明是源自猶太教的思想 但其實它是創新 創新了 所以當時其實當然 保羅是被兩面迫害的 他在當時那個時代 其實一變被猶太人迫害 因為根本猶太教一定排斥他 對神職反對的一種思維 亦同時被羅馬帝國當時很多行政的人 即是那些長官 當時基督教仍然是一個小數 即是一個所謂受到迫害的宗教 即是保羅的時代 所以他才要到處去所謂傳教 即是所謂傳教 所以其實他真是 即如果巴黎歐雄說法 其實都不是他完全是自己發明出來的 有一定的基礎 但至於說符戈 其實我也很同意這一點 其實這是很有歷史感 即是這個保羅的那種 保羅的那種對整個時代的思維方式 那種意識 其實是可以 我想都可以稱之為一種很強 即是很高層次的歷史感 因為其實 因為我昨天才讀 即是再讀這個福柯的詞語脈的本書 就看回它兩個在後段的章節 那它後段章節裏面 其中的一篇就是講這個人民科學 因為它也知道詞語脈的副題叫做 Archaeology of Science 就是科學的考古學 即是學科的考古學 即是研究人的知識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但其實它又說回 它對當代兩個很重要的支柱 第一個就是這個 啟動不主義 對 即是科學科學 即是俄師 還有精神分析學 Psycho Analysis 因為它覺得精神分析學 入侵了整個人類學 即是入侵了當代的 當代的社會學 心理學 人類學等等 因為它後面的章節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 或者人民科學 因為它後面的章節 就研究人類學科學 的 Archaeology 那你覺得精神分析 但是 它不是覺得精神分析 它好像很中立地去批評 這個精神分析的問題 就是要將一個分析師 站在某一個位置 然後它是有權力去詮釋 那個被分析的人 然後在裏面 將它所有的徵兆 當成是 某一種科學式的處理 然後就是 它對於那種死亡 因為那時候 其實未去到拉康 那個層次 叫做死亡本能 死亡本能 死亡本能 死亡驅力 其實佛羅伊德 我記得 佛羅伊德 提及死亡驅力 死亡驅力 其實已經很明顯 已經不是本能的 很明顯 很明顯 不是本能的東西 其實是一種 和語言的關係 但佛羅伊德也是解釋了 佛羅伊德 是說它針著在死亡位置 去做這個治療 他批評康德 將蜜智生 和鵝屍等等 擺放在科學範疇的位置 他對這些全部提出質疑 但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你要這樣提出質疑的時候 首先你要問 其實佛羅伊德應該要問 為何他有能力質疑 佛羅伊德沒有問回自己 因為科學不是某種特別的 某種具 某種獨特的觀點 科學基本上就是 其實是 有一種絕對知識 又不是絕對知識 它是一種客觀的觀點 對 客觀的觀點 如果你要做這個 如果你不是客觀的話 即是那種真正的客觀 即它的意思是 如果你不是客觀 又要怎樣說話 但既然他批評科學不夠 其實意思是 批評科學不夠客觀的時候 他又要說清楚自己的位置 為何是客觀 但他又沒有解釋 所以我之前都比較狂妄 都說過 其實我有種感覺 即是 富科是一個 幾沒有歷史感的一位學者 即是何謂沒有歷史感 其實就是 其中一集我幾多人有解釋過 其實歷史感的一件事就是 其中一件事就是 不是寫你那個時代 或是寫你之前的歷史 是對你自己的時代 作為歷史學家 對你自己的時代 本身的主流意識形態 又是一種自我意識 沒錯 但是富科是一種大家要小心些 小心些機構 小心些權力 小心些獨裁者 自己做好自己個人的 在個體的層面做好才是 使用自己的 即是甚麼 這種小心權力 小心機構 其實是當時 他的年代的主流意識形態 正正他們那時的意識形態 就是批判 就是所謂的 批判有這麼特定的對象 就像港管局一樣 批判的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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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是當時他的主流 即是主流的思想 不要說他意識形態是甚麼 即是當時的文化思想家 的一個大潮流 即是不要說他技術上有問題 但是他這種歷史學家 應該對自己所身處的時代 有一種自我意識 他就不太意識到 所以這個基本上福柯 為何經常被齊澤克拿出來說 插到反途 那不是說插到反途 編師 但我不是很同意的編師 算了 齊澤克會經常拿出來說 對他那一種 因為他影響太深 對現在當代人類的意識形態 其實也是影響很深 但為甚麼我會想 其實為甚麼影響很深 其實根本他跟 即是大家合謊 合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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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跟這個時代主流意識形態 其實很合謊 合謊 因為他其實有少知 所以大家都 又比較異明 大家都覺得容易 合謊 容易容易明白 大家都狂受歡迎 極受歡迎 即所有的人民科學裏面的學科 都幾乎被附加的陰影籠罩 基本上是 所以其實齊澤克的計劃 其實齊澤克的人生夢想之下 我猜就是一種批判和推翻這種 後政治 後現代的話權 雖然他們說他們不是後現代 但其實我們純粹現在形容 現在無論是 人民學科 就算是 或者社會的意識形態 也有這種 後甚麼的意識形態 後甚麼的思潮 對 這種又很有趣 其實這種會變成一種短路 其實如果你看真點 其實 看真點 這些後的理論裡面 你會看到某一種短路 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很普遍 就是 先弄一弄 譬如說我家附近 以前我家附近 有一間廟 叫這個 觀音廟嗎 觀音廟 有這個觀音廟 我記得我從小到大 其實都沒有這件事情發生 但最近那七、八年到十年間 就開始出現 就是甚麼 借錢 觀音會借錢給你 借庫 對 觀音借庫 那觀音借庫這件事 真的很棒 到時每年、每月 某日 就會見到一群警察 之前那一天 是在那裡紮馬 整大群人在那裡 排隊通宵 就會問這個 暴動 對 好像暴動 問這個 問觀音借錢 但是你知道現在這個時代 大家都已經越來越不相信這些事情 是嗎 其實所以 如果你回憶回那個 其實大家說的笑話 其實真的不是笑話 不是笑話 說他大學介紹 即是信迷信 他門口放了一個馬鞍 然後他朋友又出來說 你信這些迷信 我不信的 但不相信也有效 其實大家可能 我也跟一些朋友聊過 其實他真的可能 不覺得自己是信觀音 但是沒有說 是嗎 沒有說 你不信 你不信 你不信他 但你做了 你不代表你信他 但是 買了他有效 那怎麼辦 就是 現在很多都是賣六合彩 所以 買六合彩 看相 風水 那些 拍羅牌 就是越來越 簡直是發達 發達捷徑 發達捷徑 即是新紀元 那些 你的靈氣 多點收睇 有一個節目 講拍羅牌 最有這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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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完全有一種 即是 好像你將最 最真誠的表現 視為最大的欺騙 或者最 最偏見的東西 視為最大的真誠 那種短路 即是 你完全 你那種 那種科學客觀的 那種意識而太 越是強 那種思維越是強 你突然間就 就 突然間就 突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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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相反那一面 所以你看看現在 即是你想發達就是 即是 即是 這種風水 越來越盛奮 即是 人越來越 即所謂科技 科技越昌明 都不是科學 那種科學崇返人 那種科學崇返人 即是 即是 你要客觀 不要相信迷信的東西 這種 這種 講法 越來越強大的時候 反而這些風水師 就越來越豐身水氣 是 所以才有 陳X聰哥 就出來 真是 我現在 我也想幫人看相 他有一句很正 當然他那些都很正 即是甚麼豬豬 老公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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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最正 是一句說話 其實他之前 有個議員 是這樣 就被人告 後來坐牢 他被人告 那時那個議員 跟他很熟 跟陳振聰很熟 跟陳振聰很熟 那個議員 問他怎樣 可以消災解難 他跟他說 你每晚回去 燒五十張 一千元 燒十張 一千元 然後 他跟陳振聰說 後來他輸了官司 他去問陳振聰 他去問陳振聰 其實中間是怎樣 他一開始 陳振聰說 叫他燒一千元 他說 不要那麼瘋狂 行不行 那你燒一百元 最終燒了五十多萬 慢慢燒 然後他輸了 輸了那怎麼辦 他去問陳振聰 陳振聰說 我叫你燒一千元 為何你輸官司 因為你不燒一千元 因為你不燒一千元 為何你輸官司 就是因為你不燒一千元 這個真的很棒 所以真的 唉 我們也是 是時候收檔 被人圈 不如我們改這個讀書會 其實我們改這個 陳振聰 這個驅魔讀書會 可以嗎 會不會多些人 可能會 其實聖寶羅可能很難回覆 聽到聖寶羅可能很難回覆 是嗎 是 真的 是這樣的 我們燒什麼 燒什麼 燒衣紙 不是 不是燒衣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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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 天主教的燒香 好像也有燒香 不是 天主教才有 沒有的 天主教才有 收檔 希望大家會來這個讀書會 希望大家不用燒一千元 我們不會燒一千元 是燒衣紙 是燒毛 好 拜拜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iRead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Read 我來自學會 會進行 操作 有一個小小小的 操作 我來自學會 有一個小小的 中心 是 去 去 操作 要